來我們看向前方的攝影機 我們來喊賴蕭佩動善 來賴蕭佩動善 賴蕭佩動善 賴蕭佩動善 2024團結一致 2024團結一致 我今天懷抱著無比振奮的心情 鄭重的跟全國父老鄉親報告 我參選2024總統的搭檔人選 就是中華民國台灣駐美代表 蕭美琴大使 衷心感謝美琴 從國家的發展的需要當中 看到自己的責任 願意跟清德共同承擔 下一個階段 和國家發展的使命 最近去南部你知道嗎 我就發現為什麼在 南部你知道嗎 光電會有這麼多弊案 這個就是意識形態對台灣的傷害 因為民進黨有兩大神主牌 一個是台獨 一個是緩和 其實這兩個都有問題 第一個台獨是這樣 我都已經準備好這一題 這個總統辯論的時候要問戴清德 美國政府已經明白的表示 他不支持台獨 請問 賴清德副總統 你如何務實的推動台獨 這現在就可以洩漏考題給他 這第一條 第二條 2025 非核家園 請問你真的要執行嗎 他如果說 s 我就說 那你知道電不夠嗎 他如果說 no 我就說那你是要反對蔡英文的證件嗎 所以我都非常清楚 這兩條他怎麼打都文系 為什麼南部的光電會出問題 他就先我要2025非核家園 所以核能要關掉 可是那個 你關掉以後 電就沒有了 所以他那個風電跟光電要快速拉起來 如果按照正常的速度慢慢做 這個就沒有問題 因為你一個工程正常招標什麼 弊端就少 他就是為了要快速拉起來 所以就砸錢 你要知道 台電在過去兩年虧了4000億 為什麼 一度電賣給你3塊多 去買的時候買5塊多 還有買到9塊的 他為什麼要用這麼高的價錢買 這樣才會 快速成長 錢只要多了 火形 咬抓的這邊很多 所以為什麼 你想想看 他錢砸下去 第一個 官商勾結就跑出來 再來 你要蓋 如果你那個 要硬推 居民一定會反抗 那怎麼解決 黑道就來了 為什麼在南部 光電會搞到要88槍 就是這樣來 其實正確做法應該是什麼 你風電光電就按照正常速度去成長 等到有一天追上來再把核電停掉 OK 其實我剛才那個他問我那個核電的題目 我其實應該要修改 他正確的講法應該是再生能源加核電40% 意思就是說你知道 在光電跟風電還沒上來之前核電不要 先關掉 所以這條標準答案是什麼 核二核三要研議 坦白講核一也可以研議 但是為什麼現在核一很難研議 因為核一已經拆掉一半 先把他拆掉一半 你現在再回去蓋 有問題 核四是這樣 為什麼你不敢一下講核四蓋不蓋 核一核二核三都是統包 統包上 所以他的系統比較沒有問題 核四是分包 所以那個 我有問過專家 他真的要好好檢視 第一點 你一個房子蓋在那裡20年沒有用 那個房子會有問題 這第一點 第二點他是分包的 所以那個系統是真的需要好好檢查過以後再決定要不要用 所以結論是這樣 正確的講法應該是核能加再生能源要40% 等到再生能源可以充分 做起來的時候再把核能停掉 至於核二核三是一定要研議 核四需要再檢查 因為那個要真的要想想看 因為裡面 因為核四比核一核二核三 麻煩很多 好這大概是我的答案 就是說您現在拋出2030年的再生能源比例要達到40% 但現在民進黨立委是質疑說現在光是20%就已經很難達到了 現在還要多20% 那質疑說他們是用包牌的方式來形容 把所有互相衝突的政策都包起來 好像就是說主席您怎麼多出來20%要怎麼達到 以及對所謂包牌的這個說法您可以接受嗎 台灣的能源佩比我相信這是第一些個大問題 第一點 目前2050性能碳排碗已經是世界潮流 第二點 目前這些所謂RE100 就是說再生能源要100% 要求這種國際大成要達到 坦白講我們現在台灣不是只有缺電 還有一個更麻煩叫缺綠電 你要知道我們這些大廠已經把台灣可以用的綠電買光的還不夠還買到國外去 所以發展綠電 特別是在碳費碳關稅 一旦上線以後是台灣要去面對的問題 所以這樣回答 這個 再生能源40% 坦白講這相當困難 我也知道 但是這恐怕是台灣未來 國家必須發展的戰略方向 所以我們倒是這樣 先設定目標 然後挺努力的達到 還有一點 通常民進黨不要把他們做不到的事情 就說別人也做不到 你看到現在為止 很多客人做不到 是他們做不到的 想問一下主席 就是這次算是你空解爭議之後的首度露面 因為你也省引了4天 那就是有民進黨的議員 就提議說你這4天都去見了牛鬼蛇神 那也被提議說你本來是想要藉由這個 姊妹選擇只有會來撕掉仇女的標籤 結果反而越貼越多 第一點 我昨天去見那個慈濟政言上任 你現在說我去見牛鬼蛇神 然後那些議員連這個 我們慈濟的大家長也要把他算成牛鬼蛇神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小英都可以兩年不出來開記者會 那為什麼沒有人去追他 我就覺得我把你們這些鯊魚寵壞 為什麼小英兩年不開 不需要去面對記者督賣都沒事 你們都沒有去抗議 還有啦 我看昨天賴清德那個才好笑 至少我要面對你們這些真記者 他弄個假記者這樣開就可以了 所以結論是這樣 唉唷我覺得我們台灣就是 反正媒體越來越視血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另外一個是這樣 像那個仇女那件事 我覺得實在是 這個就是典型的政治攻擊 有一條龍 就是好像一系列這樣 你說怎麼辦 我也不曉得 我知道那個是一種 帶風向 反正就是名嘴反 側翼往軍 然後這樣帶風向 很頭痛 我也不曉得怎麼辦 但是我覺得那個 也許希望整個國家國民素質 慢慢提高以後 會讓這種 政治性的攻擊會比較沒有效果 不然整個國家正式不幹 每天都在搞這些 認識台電 虧了4000億 基本上他馬上就是要 等於就是要破產 那我們公務預算補了1500億 那後來又要增資500億 增資的這500億 經濟部自己就說 只有工股能夠 去買 然後疫後條例又增 直接給他500億 所以總共花了 這樣的2500億 下去了 但是這個問題 就是他是剛才講的 就是這是一個 錯誤的能源政策造成的 所以他甚至這個錯誤政策 比貪汙還可怕 那而且過程是什麼 就是真實的這個問題是說 因為我們 一直弄那個再生能源 比如說 光電的部分 一度5塊6塊 風電的部分6塊7塊到7塊 就是我們一般發電的兩三倍以上 然後大量的去 就是躲購然後收購這些 這就是造成整個 這個 虧損的真實原因 就是說事實上然後這些 又衍生什麼 就是剛才陳委員講 那些 弊案 一 一口票的弊案 從台南 從這些有風電廠的 有光電廠的 這種 這個像是苗栗 雲林 彰化 一直到台南 全部的這些弊案 不都是為了搶這塊肥肉嗎 就是風電光電的這些肥肉嗎 然後我們 然後再拿了大量的納稅人的錢 2500億 來去補這個洞 而且甚至直白說 用電這些大戶又是誰 又是比較是工業 這又變成節品繼父 拿納稅人的錢做這件事 所以這完完全全就是一個 錯誤的政策 比貪汙更可怕 當然他同時也在貪污 同時也是弊案 所以真的 這真的就是國家最大的失敗